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 詞 詞 曲 李宗盛 抱歉 我這簡報實在來不及做 所以我本來要在上面那個 那一個色塊打的是成果板 都來不及打就已經上來了 總之我們這一組今天 討論了會流文法 注射更多網路中立性的問題 那我們本來有 幾件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包括說 把瑪麗亞原則翻體中文版的FAQ給翻出來 但這一件沒有做 然後我們要做出來的是這個 匯流法的社群版 做了一部分 然後我們既然只做了一部分 我們沒有做出全部的社群版 所以自然修正對照 我們也沒有做 那我們接下來談一下我們今天做法的方法論 由於各位應該知道說 我們這裡面有一位是這個 NCC的法務處副處長 他今天大家光臨到我們的這個會場 可是各位不覺得很奇怪嗎 如果我們要做出一個社群版的修法的提議 但是我們卻參入了官方的 尤其是制定這個法律的人的意見 所以我們在方法論上 我們要求他來當個一日相名 就是以他的立法技術的背景呢 協助把我們的想法轉化成法條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 就我們自己的想的內容呢 在彼此之間達成共識 當然也包含了跟這一位一日相名達成共識 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並不是逐條審查 也沒有這種時間的 我們的做法是一個像是一個方 我們之前已經開過一次4.5個小時以上的一個討論會 我們把那討論會的所有的顧慮 所有的問題的意見 能轉換成法條的 形成一個社群版的初稿 今天跟大家討論就是這個社群版初稿裡面的這個條文 那產生的結果有以下幾項 包含是充分達到共識的部分 這個就可以形成我們社群版提出去的意見 然後另外我們就是有方向性的共識 可是呢條文的細節並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另外一種就是連方向的共識都沒有 好就是三種我各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在這個數位通訊傳播法第五條裡面 本來大家看到這個這條文啊覺得說非常的可怕 服務提供者應就以下這幾項呢 配合政府措施辦理包含國家安全 什麼刑事犯罪偵查 什麼什麼使用者那個重大災害等等等等 這些東西那各位就想到說 哇配合政府措施辦理這個範圍有夠廣的 可是其實這一個問題已經在上一次的 討論會就已經解決了 因為這個NCC的官員講說 其實制定這一條純粹只是為了管轄權的制定 好所以它是定在總則 那所以呢那既然只是在管轄權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條文給定清楚啊 所以我們最後修正出來的結果就是 好把配合政府措施辦理這麼模糊的文字給刪除 就定成遵守我國之法律 且不得以契約排除我國法律之強制規定 讓它變成一個專屬的管轄權條文 那又或者說我們今天加入了第13條第二項 明文規定以下服務提供者的責任 就是第14條到第16條 不負監控由其傳輸或儲存資料之責任 進一步限縮這些中間人就是服務提供者的責任 讓使用者能夠獲得相對的獲得更多的自由 那接下來呢包含什麼叫做方向的共識 但條文內容沒有共識 包含我們把原本的第23條往上移 但是結果這個地方空出來這條文怎麼辦呢 我們正好用來規範政府跟廠商都應該要制定 都應該要發布透明度報告 好那我們這個方向一日相明也是同意的 只是在條文的細節要有一些調整 那最後舉個例子就是說 什麼東西是我們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 比如說這一個條文是講服務提供者 在什麼情況底下不負民視責任 我們認為這個原始的條文裡面很大的問題是 要交由服務提供者一個判斷是否違法的責任 這個東西太不合理了 可是呢實際上這個扮演守門員的角色 正恰恰是這個立法的原意 所以在這個條文上並沒有形成共識 那我們的討論的過程跟這個修正的意見 記錄在我們的Hackpad上面 所以最後形成的是 我們會將這個部分達成充分共識的 以社群版的方式提出 那另外呢 如果有各自沒有達成共識的意見呢 我們用一個已經被污名化的名詞了 就是各自表述的方式 對NCC提出 以上之間的成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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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